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就是说 把我们这个资料 问卷回来的资料呢 一张一张把它打成这个样子 打成这个样子 第一个编码 这样子横蓝 每一个问卷 每一张问卷 横的是一份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假设你打好以后可以看出来 这个问卷总共有多少呢 总共有82张问卷 然后呢 第一个码 第一个码呢 第一个栏位 这个第一个栏位 我们称它为什么 称它为问卷的编码 为什么问卷要编码呢 每一张问卷 你们收回来之后呢 不管它是有效卷 不效卷 你们最好在问卷的上方 在问卷的上方 写上一个号码 这个目的在哪呢 因为你们可能三个五个同学 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假设有两百问卷 三百问卷 六个人一个人抠五十张 然后呢 如果每一张都有一个编码 抠错的时候 有时候它是很重要的资料 你必须回头来看 那一张到底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题项 它是抠错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可能打成十五啊 一 或者二 或三 或四 或五 打成十五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有一个编码 假设这个第四号码 然后得第二十题 怎么奇怪 怎么会有六出现 最高的是五啊 怎么会有六呢 所以你就可以找出来说 回来看看这一张问卷 到底这一题是一 二 三 四 五的第几个 可以查出来 所以必须要 问卷必须要编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问卷编码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如果说 你虽然是匿名 你虽然是匿名问卷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几个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 老师们有申请到交易部 国科会这些案子的时候呢 他要追 要跟吹 假设我寄了一个学校 寄了十个学校出去 或者寄了十个厂家出去 结果我回来的时候呢 混在一起了 混在一起呢 你可能要知道 问卷号码 第几号到第几号是哪一家公司的 没回来你就知道哪一家公司没回来啦 所以编码有很多用处的 虽然说是匿名 虽然不知道 也许你还是可以从里面抓出来 或者说你甚至于说你的编码里面 假设编码里面呢 你有比较技巧的编码 我的对象有工程师 有这个 然后我们工程师的编码 跟那个员工技术人员编码 跟那个主管编码呢 也许我们在上面 我们自己知道 寄出去那几份已经编好码了 它回来 公司有回来没错 可是呢 哪些没回来 你看就知道 哪一个码没有 这样知道吧 所以编码有这个好处 这是第一个要编码 第二个呢 接下来 你看 我们的题目里面呢 一题 二题 三题 四题 五题 每一题呢 都有不同的码 从这里呢 电脑 软体 绿能 我们在coding的时候呢 一个栏位只能call一个 一个数据 所以假设它够在绿能 那我们就第一个要call3 第二题呢 假设它够在十一亿到一百亿 你叫够多少 你叫打一二三四 打六 第三栏位是四 复复规则中 你就到那个一二三去打 那得到结果就是这样子 得到结果就是 四二一二二四 像这空在空白就没关系 空白表示它没有填 一直到多少 一直到 假设第一栏到第五栏 就是到第六个栏位了 五个题目嘛 所以到第六个栏位在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在这里了 这个以前 一到六是 我们知道它叫什么 它叫我们的基本的资料 人口 人口资料 第七开始呢 一样 我们就按照第七题开始呢 就是这一题了 看它够在哪 你就打多少 五代表非常同意 四代表同意 然后呢 这个打错了 这个是无意见 不是不满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这个错了 这不对的 这个是不同意 这是非常不同意 记得 那每一个打出来 一直下来 延续下来 总共有多少栏位 有这么多栏位 到四十八个栏位 最好 最好的方式呢 是上面要用名称来写 譬如说 譬如说 这里呢 是叫做工作满意度里面的主顾关系 所以我们就是 第六嘛 第七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呢 你在这里呢 加上注记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在这里加注 加注它是叫做什么呢 叫做主顾关系 主顾关系一 主顾关系二 一直到这里 主顾关系多少题 有好处是 将来你在做统计的时候 可以有很好的统计方法 当然 如果你要用Excel去做统计也可以 可是呢 Excel 做统计 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你的要求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叫做Coding 第一个部分叫做Coding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叫做Coding 我打给你看 叫做 叫做 编码 那英文的话呢 英文叫做Coding 叫做 为什么要是这样 叫做Coding Coding Coding 第一个叫编码 编码一定要对 如果编码不对 你们没有办法分工 所以编码要对 第一个要编码 编码完了以后呢 我们如果说真正要去做统计 在Excel统计 你们有学过吗 Excel统计有学过吗 Excel可以做整个栏位的平均数的统计 比如说 我要知道这个 第十一项 我要做 知道它的统计状况呢 比如说 我可以计算 这里呢 在这个加减里面有其他函数 其他函数呢 你们可以找出其他函数 比如说 我要统计 我在这有统计的函数 这有平均数 假设平均数一出来 我一按 它应该会有一个平均数 B1到K1 B1到K1 这平均数 但是我这样子是不对的喔 因为我不是要这地方 我应该在这里做 我在这里做 我在这里做呢 其他函数 然后我可以做一个统计 然后Average 就是平均数 确定以后呢 它就会得到一个平均数3.9嘛 有没有 可是这样做呢 只能算平均数 还有很多的程序上面呢 如果你要真正要做统计的方式 可能最好 最好你要用什么 SPSS 所以我先跟你们讲 SPSS 先 第一个 转换 第一个我要跟同学讲的喔 是 转换 这个要转换怎么转呢 第二个要跟同学讲的是 资料转换 第二个要跟同学讲的是 资料转换 第二个要跟同学讲的是 资料转换 从Excel呢 直接资料转换到SPSS 我们只要怎么样 我跟同学提一下喔 他就会把整个档案呢 整个把它抠进来 没有进来吗 我需要的转换 一会儿 或者是 再来 一会儿 那个档案 是 阿玉 那里的浩子 是 忘了 一会儿 那里的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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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留在浩子 那里的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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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那个原来在用的档案关掉 要不然它没办法去抓出来 我已经把它整个移过来了 它按照位置移过来 按照位置就移过来了 必须要注意到 这个档案我们要储存另外一个档案 我现在先不存没关系 你看底下这里 这有一个DataView 就是说这里纯粹是资料的 这边是叫做ValuableView 意思就是说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它的形式 你看第一个栏位 它叫编号 然后它Type Type有几种Type 你看有这么多种 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数字型的呢 还是日期呢 还是什么或者字串 如果你用隔壁部隔壁内部有两种选择 你可以用英文版可以用中文版 你中文上面写这是字串 这是数据的 这是到逗点等等 宽度11个 然后呢 它的那个Decimal 就是说它的小数位是没有 是没有小数位的 好 如果是我 我会把这编号呢 直接当做这个Numerical 就是数字的 然后宽度11 这里面再看哦 这个很重要之外 这里也很重要哦 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吗 记得说 我们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问卷的人口资料 基本资料呢 有几种形式 有所谓的比例 有所谓的名义变相 比例变相 次序变相 还有什么 四个嘛 比例变相 名义变相 次序变相 等据变相 对不对 等据嘛 然后你还不记得 记不记得 我跟同学讲说 等据变相哦 通常不再用 而是用比例变相 把它取代 有没有 我说比例变相取代 所以你看 其实SPSS 它这三个 就是我们讲的 比例变相 次序变相 跟 跟我们名义变相 按理说哦 按理说呢 我为了方便起见 我通通用Scale 这个Scale就好了 就是比例变相 比较容易去 去处理 但实际上哦 实际上按理说 我们的比例 这个问卷来讲 没有性别的问题嘛 没有 好 有一个 第三个 这里面第三个题目 叫做 第三个题目 等一下看一下 第三个题目呢 是 这个公司是否有上市 它有市 否 跟规划中 这三个是什么变相 比例吗 等据吗 名义还是次序 名义变相 对不对 它之间没有关系 所以叫名义变相 所以这一题 第三题的话呢 第三题应该在这里 在我们的第四项 一二三 第四项 这一题呢 我们应该在这里 其实它是属于String 那我为了让它方便起见 我不用这个 可是这里呢 按理说 按理说这个应该是Nominal 就改过来 它就是Nominal 还有 还有呢 我可以在这里 我还可以在这里 Label 这里注明哦 你看我注明以后 它会得到一个结果 这个Label的意思是说 你统计出来 它马上就告诉你 这个是什么东西 好 假设 这Label的意思是 如果你有打 你有打呢 当你统计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把 这个在统计结果上 把这个字呈现出来 如果你没有打这个呢 它会呈现什么 它会呈现这个V多少 V13 V12 V11 这样懂吗 如果你在 呈现 你在任何的过程中 你有打这个Label 你把它打上去以后 你按照这个嘛 去打的话呢 假设价值1嘛 价值里面的第一个 第一题嘛 那我就写价值1的话呢 那统计的时候 自动帮你呈现 如果你没打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帮助你哦 这里面的叫做Valuable View 每一个SPSS的档案 一定是会有两个 同时呈现 同时呈现 给你们方便起见 然后这里可以改什么 可以改它的宽度 可以改它的那个 小数点的位数 然后呢 可以加Label 加标签 然后呢 这里面是Values 这个是先不管 这边Missing的话呢 如果Missing的话 出现的部分 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呈现 Missing就是说 那个没有打的意思啦 然后呢 Column就是说 可以打到几个 如果是字的话 可以打到几位数 可以打到八位数 然后这个是 是Align的意思 就是说 你要用左边对齐 右边对齐 或者中间对齐 这个左右中间嘛 左右中间或者右边对齐嘛 我们通通对齐在右边对齐 右边对齐 然后这个是刚刚讲的 Major Scale 对齐有好几种 好没问题以后呢 那回来看 回来看哦 回来看我们这边 叫做Data Data里面 好 这个已经处理好之后呢 我现在该跟同学讲 你任何一个资料 我SBSS的做法里面 或者任何一个统计 你们这样要做统计的时候呢 第一个 资料转换以后呢 我一个一个打在上面哦 我就变成我的那个黑板的笔记一样 好 资料转换之后 接下来第三步骤是什么 这是 这个 这是 这个 要死吧 我想知道 这边 我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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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iableView里面要去规划它的属性 接下来除错 都在Analysis这一块 都在这里 那这里呢 我有一个叫做描述统计 有一个Frequency 有一个Frequency 然后呢 我按住它以后 它就会出现 我刚刚的你看 我有写的 它就会Label就出来 没写它就没有 所以你变成要看它的位置 通常 通常我可以从第二个开始 栏位开始 一直到最后 我通通抓过来 做一个Frequency 我抓一次给你看 这个时候你要往下抓 你可以按住一个Shift键 按住它 它就往下了 然后呢 通通抓起来 这时候通通抓起来 把它抓到隔壁来 这个是我们的数据 原来的资料 这个就是要统计的资料 我把它抓过来 它通通过来 只剩下一个编号 编号没有必要 好 这里面有一个统计的一些规范 你要算四分差 算这个百分比 或者平均数 中数 重数 总计 然后这里有标准差 变异数 然后呢 上下范围 然后最小值最大值 SE这个命就是说 它的平均数的另外一种平均数 这里面通通都有 其实这为什么说你们要用SBSS 不是用Excel 因为这里面一个档案可以 一个动作呢 它可以同时用点的 你可以做出你很多的统计出来 那目前我们不需要做这些的话呢 我就用内定值 我不管它 我直接OK 我不管它 它会跑出来 跑出什么呢 只跑出每一个数据的多少 frequency多少而已 好 你看第一个 第一个类别 这个我不看它 我看这一个开始 不是 归属类别吗 第一个吗 01234567 你看 各位看一下你的问卷 问卷呢 第一个题目是多少 请问上班的公司归属类别为 电脑是1嘛 软体是2嘛 绿能是3嘛 电路板4 通讯是5 面板页是6 那我请问你 这里面呈现数字是 在这个数据里面只有 123456对不对 那怎么会有0呢 那表示有一个人打错 懂意思吗 有一个数据 这里有一个0嘛 0有一个数据 表示这个是打错的 我们就记起来 我把它记起来看看 第一个 V2呢 是有一个0 好 接下来 V3也有一个0 而且呢 V3是7 对不对 那你看看这个题目是多少 请问您上班的资本额 总共1 2 3 4 5 6 7 有7个 那对哦 但是0是不对的 是不是 好 那也有一个0 V3也有一个0 我把它记起来 等一下我告诉你们怎么改 这是很重要的步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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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